高雄的古山高中举重队因为经费不足 只好把多出的营养午餐留着 隔餐饭当成举重队的晚餐 不过之后不仅有人捐款 面包店捐面包团扇替他们制作晚餐 有了爱心的力挺 选手们是不负众望 在2015年度哈亚金杯 夺下了一斤一银 为国争光 热油锅内炸皮蛋香味四溢 另外这锅一只只鸡腿 细心的放进油锅内 接下来快手把主菜配菜放进餐盒内 要送到古山高中举重队 他们能够吃饱以外 要营养 对他们的养分要够 两样主菜四样配菜 原本要价80元的便当 但举重队预算有限 业者爱心力挺只收40元 同样是在地的孩子 那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很多是弱势 藉由我们能力范围能够做得到的 协助他们 另外一间面包店内 师傅忙进忙出 几分钟后香喷喷的面包出炉上架 但老板天天就在打烊后会像这样 拿个大型塑胶袋 用扫货来形容也不为过 这50个面包就往里投放 而这些都不收钱 却是要让举重队的选手们 补充体力用的 大概什么时候 几年 好多年了 四五年有了 老板他之前的小孩都是训练棒球的 那他知道这些运动员 这些选手蛮辛苦的 那食量又大 这些小孩可以说 这一路走来都是吃他的面包长大的 古山高中举动队一路走来不简单 曾因为每个月得多支出 3万5千元餐费一度没着落 面临断炊危机 校方把剩下的营养午餐留下 让孩子当晚餐 后来靠着外接捐款 提供爱心餐点等 在孩子们的身上也看到成绩 2015年在杜哈举办的 雅清杯举中赛 一年级学生争雅里气势惊人 73公斤抓举成功 加上93公斤停举 同样是第一名成绩 最后拿下金牌 而这位身材比较精瘦 同样是一年级学生张浩宇 120公斤停举成功了 最后拿下56公斤级第二名家鸡 很开心 想说没有得奖的机会 结果得到第二名 安慰 很窩心很感动 都真的能在 他们有兴趣的领域 有所发展跟成就 那最好是变成一个循环 一个很善的循环 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 因为现在对我们孩子 一个月大概要三万多的早午 早晚餐都已经可以按月 目前都是足够供应的 举重赌冠这条路 虽然累 但有了社会各界 善心的力量 小学生们肩上扛的 不仅仅是沉重的重量 还有更多外界满满的爱 我们谢谢他们 对啊 就是 我们帮我们出那个 晚餐的地方 我们会拿更好的成绩 给他们看 然后希望他们还可以 继续帮助我们 米式新闻真小旅连写 高手市报道